该秘密实验室位于加州里的立市一座空置仓库内 在2022年12月被当地卫生检查部门发现 2023年3月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、联邦调查局等部门联合调查 发现了约30个冰箱 其中包括艾滋病、新冠病毒等至少20种潜在传染病源 甚至一台冰箱标有益波拉病毒 根据报告 实验室据称是生产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但实际上是转售中国生产的 假冒美国制造的新冠试剂盒和怀孕检测盒 国会报告中说明 该实验室由来自中国的国际逃犯驻家被负责 他被加拿大卑诗省岁高法院认定有规模空前的欺诈行为 通缉并判他赔偿3.3亿美元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上镜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